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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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布萊恩的世界 我是Briant 麻煩沒訂閱的朋友幫我按一下訂閱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喔 謝謝你們啦 那我今天不在攝影棚 我人在外面 我來台中的中友 一中這個商圈 那麼今天為什麼不在攝影棚呢 就是因為我要進行 我的頻道第一次的街坊 那第一次做街坊其實我很開心 然後也很興奮 好啦 那拉回正題 我們今天要街坊的主題呢 就是我想要請路上喜歡 潮流的潮男潮女們到底 比較喜歡Nike還是Adidas 因為NikeAdidas對於喜歡運動的人來說 還是喜歡潮流的人來說 都是兩個非常成功的牌子 那透過這個街坊呢 我就是想讓我的觀眾知道 到底是Nike還是Adidas哪一個比較紅 那我們就來看看吧 Let's go 我現在旁邊有一位打扮非常非常有型的帥哥 那我想請問你一下 如果你去運動的時候 你會選擇Nike還是Adidas的鞋子 我會選擇Nike Nike Adidas都有穿 但是我穿完的舒適度跟包覆度 我覺得Nike比較適合我自己 對 但我都有 OK 對 那如果你今天是要去逛街啊 約會就是要弄一些穿搭的話 你會選Nike還是Adidas 近幾年的流行的話 我反而Adidas的款式比較多 對 那如果綜合所有的一切的話 你只能選一雙鞋來買 你會選哪一個牌子的鞋子 Nike 對 我自己覺得CP值比較高 對 所以毫不猶豫 這位先生選的就是Nike 那謝謝你 謝謝 如果你們今天要去運動的話 你們會選擇Nike還是Adidas 我會選Adidas 你會選Nike嗎 我也是 那如果你們今天是要去逛街啊 或約會的話 要拿來穿搭的話 你們會選擇哪一個牌子 約會嗎 感覺都不太會 都不太會 嗯 平常不太會 平常都不太會 好那 所以這兩個牌子當中 你們就是比較喜歡的Adidas嗎 對 那你們有原因嗎 比如說是它的品質啊 還是它的價格之類的 嗯 款式 嗯 然後之前是因為跟代言人有關係 嗯 OK 那謝謝你們 嗯不會 謝謝 謝謝 那我想請問你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要去健身房運動的話 你會選擇Nike還是Adidas 呃 Adidas吧 如果你今天是要去約會啊 然後做一些傳達逛街之類的 你會選什麼 只有這兩個品牌可以選就對了 只有這兩個品牌可以選 呃 Nike吧 因為我平常休閒的狀況下 我是說Nike比較多一點 那如果一定要兩個 你只能選一個來買的話 那你會選擇哪一個 那應該是Nike吧 應該是Nike 對 是因為CP值嗎還是 呃 款式吧 設計 對對對 款式設計來說會比較喜歡一點 OK 對 好 那謝謝你接受我們今天的採訪 謝謝 謝謝 我會問你幾個問題 好嗎 好 如果你今天要去健身房 你會選擇Nike還是Adidas 我會選擇Nike 我會選擇Nike 對 然後你會選擇Nike 你會選擇Nike 你會選擇Nike 哪個品牌 哪個品牌會選擇 我會選擇Nike 我也選擇Nike 對 對 所以你會選擇Nike 你會選擇Nike 有什麼理由 嗯 我剛開始選擇Nike OK and I think it's like brand loyalty 嗯 so I just keep continuing wearing brand yes I like it I like the design and yeah Thank you so much Thanks for your answer 那接下來我現在要問你幾個問題 那就是 如果你今天要去健身房運動的時候 你會選擇Nike 還是Adidas的運動鞋 我應該會選擇Nike Nike 那如果你今天是要去約會啊 然後要弄一些穿搭的話 你會選擇Nike還是Adidas 應該也是Nike 也是Nike 所以那就很明顯了 你就是比較喜歡Nike的鞋子嘛 對 那你有沒有什麼原因 是因為它的設計啊 還是它的價格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Nike普遍的設計 我比較喜歡 啊 Adidas的話 最近的都不太喜歡 OK 好 謝謝你的回答 謝謝 如果你們今天要去健身房運動的話 你會選擇Nike還是Adidas N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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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們今天是要去逛街啊 或是去約會之類的 然後一定要穿運動鞋的話 你們會選擇哪一個牌子 Nike Nike 就是Nike 好那這樣很明顯 你們就是比較喜歡Nike嘛 對不對 那可以告訴我你們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價格還是設計 還是什麼之類的 我是喜歡它的平台 喜歡它的平台 它的設計滿好看 它的設計 好 那謝謝你們兩個 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 哇我沒想到 第一次做街訪 街訪真的還蠻困難的 我剛剛就一路一直被打槍之類的 就問很多人 然後越問我就越尷尬 因為我發現好像有很多人不太愛上鏡頭 然後問到他們的時候 他們好像覺得我要跟他們推銷什麼的 就很怕我這樣子 那現在帥哥我要問你幾個問題 那首先呢 如果你去健身房要運動的話 你會選擇Nike的運動鞋 還是Adidas的運動鞋 Nike Adidas 那如果你今天是要去約會 或逛街 然後就是要搭一些穿搭的話 你會選哪一個牌子 Adidas還是Nike 應該是Nike 那就是如果你只能選一雙鞋來買的話 就是所有的條件都一樣 你會選擇的是 Adidas Adidas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Adidas是比較運動或比較休閒 啊我可能有在運動或是休閒都會做到 但是Nike比較 我覺得比較偏好看或是休閒的 對所以它比較單面向 OK 好 謝謝你今天送我們的採訪 謝謝 如果你們今天要去健身房運動的話 你們會選擇穿Nike的鞋子還是Adidas的鞋子 如果你們今天是要去約會啊逛街 然後做一些穿搭的話 你們會選擇哪一個牌子 這意思想不到欸 想不到 對啊 那如果一定要選 你說Nike叫Adidas 對啊 Adidas好 感覺比較好配音 那如果縱觀全部 今天只能買一雙鞋 要從這兩個牌子挑的話 你們會選哪一個 我還是Adidas Nike Nike 那所以你們兩個朋友的意見是不同的 嗯 所以你們看到一樣的鞋就不會搶 不會 就不會搶 OK 那你們選擇 Adidas跟Nike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它的價格還是設計 還是什麼之類的 我喜歡Adidas的設計 Nike的設計 好 那謝謝你們今天接受我的訪問 謝謝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街坊就到此為止結束了 真的是蠻累的 做街坊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 那麼今天的比數其實非常非常的接近 那是Nike小勝一點點 那這個結果跟我想像的其實差不多 因為我覺得他們本來就很容易是平手啊 或是勝的那一方就只會略勝一點點 因為兩個的試占率都非常高嘛 那你們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你們喜不喜歡這樣子類型的街坊影片 然後你們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你們喜歡Nike還是Adidas 謝謝你們收看我的影片 下次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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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